我叫Wush 那這邊先幫大會打個小廣告 就是閃電獎的報名到12點45分截止 那想報名的朋友行到外面的服務台報名 那接下來的那個演講主題就是由 R社群的這個家衛幫大家報告 就是他在部署IUM機器學習我行到線上的一些 線上服務的一些經驗 那家衛他是現在台灣R User Group的 掌門人就是基本上很多議程啊 還有很多活動目前都是由家衛在主導的 那家衛自己本身他也有在企業 做這些機器學習系統的經驗 就我所知應該已經到第二個系統了 所以就是他就有很多相關的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 非常我很期待就是您看他就是 怎麼讓部署IUM的機器學習到線上 好請大家一掌聲歡迎 謝謝 大家好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阿源然後物詢模式這些事情 然後就是 這場talk沒有辦法像物詢那樣子 那麼強大的就是 平常都在貢獻一些程式裡面到一些大型專案上面 然後這邊就是介紹一下我怎麼整個一些 西西瓜瓜的信 西西瓜瓜的開源 那個open source的一些工具 然後把它們串起來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一樣就是先介紹一下我們的社群 那可能有一些人有聽過有一些人沒聽過 那 那如果你對我們社群有興趣的話 我們自己本身有個facebook 那你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然後我們社群有很多office的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家都是平常工作 然後下班的時候 然後就是異模 然後維持一個社群的運作這樣 那 那 社群的話就是 每個禮拜一都有那個 定期找一些人來分享他們在資料分析上面 有一些 新的 然後基本上都是免費 然後就是每一場talk 我們也都可以特地把它錄一下 然後放到我們youtube的頻道上面去 然後像 這一張圖是比較久以前 像之前五月多的時候有那個 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 然後來講這些推進系統有關的東西 然後之前也有像那個生意 生物資訊方面 然後運動產業什麼都有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上去看 那我們的那個每次的活動 我們有放在我們自己的meta網站上 搜尋meta M-E-T-O-U-P這樣子 然後找到R社群 然後像R社群最近 因為雖然說R社群 可是其實我們主要是做m Deem a Mountain m-Ls machine learning DX Data Monday 然後每個禮拜All都舉行 所以吃過m Tatm uploading 然後像最近就是 有在弄那個spark的教學 就是有一位大大很熱心 然後想spark推崩跟他講 所以說我們的社群 令無資只有 在一起分享R相關 主要是跟資料分析阿 然後machine learninghority data mining 有相關的 那我們每個半一的時候 都會想辦法去邀請一些人 然後分享一下,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一起加入這樣 然後像這個是8月22號就是過兩天 然後目前昨天截取的圖已經49人報名了這樣子 那有興趣也可以加價 好,那R語言的話就是第一個R語做成 那剛才前行誤取也已經都講過了 然後就平常大家就是做資料分析啊 然後統計分析啊,視覺化這些 然後畫面大家可以像這樣子 那平常我們可能會在這邊寫成 這個畫面看來如果你用過MateLab就會覺得畫跟MateLab很像 就是這邊寫寫Code啊 然後這邊會我們可以有一些變數可以點它來看的樣子 然後程式嘛,像你可能寫在Document裡面都可以在這邊看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你任何一些畫圖的結果 或者是一些API的傳統文件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說R的話本身的GY 這是一個叫RStudio的GY的介面 那R的話就是GY做得非常地友善的樣子 那這邊就是,如果說你以前沒接觸過R的話 然後突然想要來玩一下R的話 那最簡單就是直接來碰一下 物學大大他開他的這個R原反轉教室 然後我自己本身在AIDS商務公司工作啊 然後這個大大的那個東西已經捧到我們公司去了 這樣有一次我們那個CEO那個營運長 突然問我說他想學一下有沒有什麼推薦的東西 我跟他講說R原幫你這樣是啊,很厲害這樣子 他直接跟我講,我說我聽過了這個語經過我已經做完了這樣子 玩公司的CEO 然後如果說這一頁已經做完了的話 那你還想要再去找一些書來看的話 那我目前會推薦這一本R for Data Science 它是R,你直接在網路上搜 這本書它是直接放在網路上給大家看的這樣子 那本身作者有一個很大,這個作者的話有一個很有名叫Helen 它是R生態圈裡面一個很有名的大大 現在很多非常有力的桃間通通都是他做的這樣子 那所以你看這一本的話就是會滿 就是至少是目前我覺得看到已經是很好的一本的一本的這樣子 你現在可以直接網路搜尋搜尋到就可以直接看了這樣子 很厲害的一本書 那再來的話,那像R剛才就是都有一些分析東西 就是R的話大家就會覺得然後只是做分析 那能不能用在工作環境上面,就是一些工程化的東西 那這邊我要推薦一下物學大大以前的東西了這樣子 就是它以前2014年在R社群給的talk 是在講關R員的工程裡面這樣子 然後你在YouTube上面搜尋,就是2014年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搜尋它當時候的投影片 然後就裡面有當時候2014年的時候它就已經介紹完 就是它當初怎麼就是 比如說啊,怎麼在Combin Line執行 怎麼用什麼代參數進去啊 然後它當初怎麼就是 Jankins啊,然後直接做整合測試啊 然後定期處理一些Data Pipe 就是資料處理的一些管理的流程 然後什麼跟Amazon那邊就是做一些結合這樣子 這個,因為我後來在公司 開始在處理機器學習相關的東西的時候 就是都回去追大大以前的一些給的talk 這樣就是非常的有用 那這邊也,如果你們看過的話 就推薦大家上去看一下 那阿雲的話在建立機器學習模型 也是它的強項 那這邊就直接介紹一個工具叫Pyret 這樣子 這個工具的話就是它 因為R的話套件非常多 剛剛講過已經8000多種 那不光是機器學習上百種以上 那那就是說 這個套件它就幫你把一些 大家平常有用或覺得好用 然後整合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同一個建立 比如說今天你想要訓練一個模型好了 然後基本它的操作就是這樣 一個Train 然後Data 等於就是你的Training的Data這樣子 然後這邊TELUS的話 因為我們在訓練模型的時候 會需要標記資料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你有沒有買商品 買或不買 有買或沒有買 那是Label 然後就是直接放在這個Prum的左邊 這個就很像以前那個 線性回歸Y 然後等於X加B 那所以Prum的左邊就是那個Y 就是我們的Label 然後右邊 因為它很方便 阿宇的有一個很方便就是 你的電數可能很多啊 就是卡了很多 可能上百個 幾十個上百個 這樣內欄的一個檔案 就一個電 就直接放著 它就只有把它全部讀進來這樣子 這時候很方便一件事情 然後所以Data也好 那你要用哪一種模型呢 就選擇一個叫GBM的模型就好 然後這邊你只要再換另一種模型名稱 那就是另一種模型在訓練 然後裡面有一些參數什麼 就把它放在Control這個裡面 然後Rebels通常就是指一些就是 要不要秀出一些詳細的訓練 通常是把它取過 不然它會一大堆Crim的東西出來 很麻煩這樣子 所以你要訓練一個模型的話 就是很簡單這樣子弄它去 然後Model就Fit好了 但你想要看它Fit我們這些實驗結果的話 那它也會幫你好好 像這樣子就是 你只要一個Plot 那上面這一行是在幫你決定一個畫風 那個Plot的風格這樣子而已 然後你把它Plot出來後 然後你就會直接看到 很漂亮的一張圖表都出來 像這個用 因為它GBM 它GBM是一個樹Tree的Model 那所以有的話 X走這邊就在講它訓練的幾輪這樣 比如說它這邊訓練到150輪 然後Y走的話是那個正確率這樣子 然後樹的話就有深度嘛 然後所以說這邊樹就有一層 或者是樹有五層或樹有九層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立刻看到效果如何這樣子 圖表也很漂亮 你就是可以很快的驗證你的想法 所以說R語言的話 就是當你有資料 一些資料如果說在R可以處理的範圍內的話 你基本上很快就可以把這些東西 你的想法步驟實現這樣子 那再來關於機器學習的話 那這只是我個人的一些經驗 並是什麼 就是大家聽聽就好了這樣子 就是我自己在工作上面的時候 就是我們會有分成那個資料的工程師 和ML的介面的人員這樣子 然後就是 通常我們是以資料部在區域 就是交易資料部 就是工程師裡面會有錢 會有開發工程師 然後就他們在寫網站的時候 比如說就是 你那個商品啊 然後上架之後 我們是電子商網站嘛 所以商品上架以後 然後那個商品價格啊 然後名稱什麼 然後就是資料庫一定會存取的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說今天你想要分析一些價格 比如說過去三個月價格的電動好 因為資料庫 比如如果你是交易資料庫 他就一般買Seql Oracle那些 然後你就是 如果說我現在user 我價格變了 那我就直接存最新的啦 那原本舊的資料就蓋掉這樣子 所以說你必須把過去 任何有變動的話 就都必須保留下來 然後那些保留下來 也是一樣 你看你要存在滿Seql 請要資料庫 或者是一些農Seql資料庫 都好 反正就是 把他每次電動歷史的機械 全部都記下來 那通常那種資料庫 就會成為資料庫 對它為了好 那只是說儲存的格式的話 也會跟以前的 前面這種儲存方式稍微不一樣 那這個可以自己去找一些素材 那 在機器學習上面的話 然後就是 後面我們會再介紹一個 我覺得 因為我們 做機器學習的時候 我們會習慣再把我們要訓練的那個資料 另外再整理 再放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等到會介紹 那所以 通常前後段的話 就是碰這個資料庫 那我們有資料工程師的話 因為他可能要去接觸 MySeql 或者是Oracle底層那些東西 然後通常都是直接Java在寫 然後Java在抽資料 所以就是從資料庫裡面 然後不斷的機 然後 然後建模的源源的話 就是它 那 是直接抄入這個資料庫而已 那Orton他會來上面 考一些分析 這樣 那他會跟他 然後他跟資料工程師講說 請你幫我把 如果我分析的資料 可能要 就是我要建模型的資料 可能長得真的 可是我比較好用 那他就是跟他講 那他會幫他寫過來 這樣子 那所以說就是 這兩邊通常會在同一個team裡面 那 兩邊 可能會坐在旁邊 那兩邊一直在討論 討論怎樣做比較好 這樣子 那 這樣的話就是 在模型的訓練階段的時候 就是 通常就是 倉儲 這樣 不然好 然後人生資料庫這樣 然後通常建模的人 他透過R源跟Dashboard 然後就是 去了解業務的需求 這樣子 就是 因為我們建模的人員 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只是統計系 或者是數學系背景的一些 他可能沒有工程的底子 這樣子 那通常我們就會開發一個Dashboard 然後還有一些業務人員 然後他們就是 也不會寫code 那我們就有Dashboard 讓他們直接在上面 墊一點 然後就可以選一些資料 來看到畫圖這樣 那他們就可以直接看到 就是說他們想分析的資料是什麼 那比如說 他就是想要分析說 哪些商品最近比較多的 什麼的話 他們直接上面填一點 那建模的人 他可能就會上面看到說 哪一些變數 對他來說可能是有用的 那他就會 然後他就會 就是拿出來試試看 然後接下來就 讓他加進去特徵資料庫 那他就直接去那邊 拉出來建模這樣 所以他 我們的建模的人 是比較少在 碰前端那個 前處理那一塊 可能就是通常直接 交給前面資料工程師這樣 那他們最主要的工作 是必須要跟業務的 一些人員 了解說就是 一些業務邏輯的部分 那樣子就是 因為你的模型建出啊 如果你沒有辦法 適合到那個 公司的一些 比如說上架 光是一個商品上架 如果我們商品 因為我們有時候 有些商品上來的時候 是一些壞人的商品 那你想要建一個模型 去偵測 這商品是壞人的話 是壞商品的話 那你一定要對 整個上架的流程 非常的熟 就是上架的時候 然後資料先進到哪裡 那然後後面 有些業務 或者是交易安全部門的人 他們怎麼去 對這個流程 他們怎麼操作這個流程 那你要先去跟他們聊 然後聊清楚以後 知道他們要怎麼做 你知道他們有辦法伸出他工具 去協助他們嗎 所以你必須要對業務比較廣 所以說他們其實 建模的人 他們最主要的工作 並不是花他八成的時間 在前出的那個部分 他們花八成的時間 在跟業務人員在開會 在溝通說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怎麼樣做 才可以就是對那個商家 偵測這個步驟 就是能夠符合他們的需求這樣 要不然你模型建出來 沒有用也沒有辦法 那所以在預測階段的時候 那現在就預測的時候 所以說剛才說 上架商品以後 那所以說 因為像你在上架的時候 你一定要填 你一定 我一定知道說你UserID是什麼 然後你User本身上架 你要跟我講說 你要上架商品名稱是什麼 然後商品比如說類別 比如說是車子啊 網路還是什麼的 然後你的商品數ID在台北 台中什麼的 這本身就會給你 那我們進 那這些東西進到模型 那我們要預測它的時候 我們平常背後就會先進 我們準備好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用戶 他過去七天 他登錄的狀況 或他點擊的狀況 有沒有被異常IP存取過這樣子 所以我們平常都已經先 把這些東西算了 因為比如說這個用戶 他最近根本就沒有上 就是已經一個月都沒有讓我們站上了 然後最近一來 然後就連什麼商品都沒有點 然後就直接開始一直在狂上架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他怪怪的 然後如果又看到他被異常IP存取過 那就不用講這些檔下來再說 那這些東西都不會是 七天或一個月的資料 不會是你檔下來直接用 一定是事前算好 然後算好 然後就是說都會先存的 然後就變成特徵 然後直接存在資料庫裡面 所以你一敲的時候 然後一定直接抓出來 然後就直接進一切 這樣速度槽可能在一秒之內完成 那所以就是自己在工作上的理解 就是特徵的數據存在資料庫的話 有一些好處 就是預測的時候 你會很快的特徵都抽出來 減少一些等待時間 然後這個數據 這個資料庫 特徵資料庫的話 就是也是資料工程師跟建模 讓他們一些職責區分的地方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建模的人 他可能沒有 他很不喜歡寫教啊 這樣子 然後所以說他就是 都用R或拍照或其他的這樣子 然後他只要去 他只要動動口 然後跟寫教的工程師跟他 你幫我把 我需要這樣的格式的資料 你幫我整理好 寫到BB裡面 那他平常只需要BB的抽資料 然後就可以快速借模型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一行 因為他沒有什麼工程背景 但是他就只能取資料 就可以快速開發模型這樣子 然後因為要不然他原本以前 你在開發模型的話 你還要先去八成時間 劃在前面那一大堆事情上 那等到模型聽不出來 然後做出業務人員要的 就是業務單位需要的樣子的時候 都已經兩三個禮拜之後這樣 那個就是很沒有效率這樣 而且常常業務端 就是那個業務人員那邊 就是其他部門那邊的 他們也會常常改需求或什麼 那每次一改 那難道說我前面的東西 就是我要自己 我是建國人 我要自己跳下去做嗎 就是也不要這樣子 之類的 那剛才在講那個特徵 那特徵會長成什麼樣子 那我直接哪一個 做推薦系統的資料 來看 這個是LIP FFN 那也是台大資工那邊 哪一間實驗室的那個 公司我有點忘了 問戶許大大 他們應該會知道 那反正就是 通常一些特徵的話 比如說user 這是電影相關的資料 跟那個數據 user 然後電影 然後電影的種類是什麼 然後 價格 這樣子 那所以常常就會看到 比如說user 這個時候user是誰 這個叫劇情 這個人 然後他看的電影是什麼 然後這部電影的那個 類型是戲劇啊 還是 那個戲劇啊 還是 按照價格 這樣 所以說你就會看到 然後他其實存的方法會像 1的話就是這個user的代號 1 然後冒號 然後當下這個人是誰 然後也會把它轉成代號 然後1的話就是指 呃 後面綠色的地方 就是指他的權重名字 所以說 user 然後是預期他的權重是1 然後 他當時我看的劇情是2 然後這邊2的話 他看的這個電影 然後是2 然後 權重也是1 這樣子 所以會像這樣說 那你實際把資料 然後 如果你有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你直接搜尋 立本FFM 然後你會去看到他的pHub 這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找到他 你就可以自己上去看 然後 通常資料 那裡面資料存法就會像這樣子 就是 剛才就是 冒號冒號三個 然後最後兩個冒號是一個 對不對 所以就是 通常第一個就是指你的標記資料 當時候你推給他 有點或沒有點開來看 那樣子 1的話就是 然後接下來就是 這是 比如說 第0個feature 然後裡面那個 可能那個人是誰 或電影是誰 然後那時候 weight是多少 weight是0.3651這樣子 所以 格式是像這樣 然後 這邊 圈彩就是第一筆資料 綠色圈彩就是第一筆資料 所以他一共有 就是很多個feature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feature 第二筆資料的feature 大概會像這樣 那這個東西的話是 你把它轉換成我們表格來看似 就是像這樣 剛才第一個 比如說 每一個肉是一個電影的idea 那user 然後剛說1 就是因為user 這裡這部電影 然後被這個人看過 所以這邊是1 然後這部電影名稱是什麼 叫做三個卡瓜 然後就 所以這邊是1這樣子 然後price 9099 那你就會 然後吸收矩陣就是 因為裡面很多 都是沒有值的這樣子 那通常吸收矩陣就是 這些沒有值的都不存 只存在一些有值的東西 這樣子 那 吸收矩陣這種 那r裡面也有專門 對應處理它的工具這樣子 比如說 我隨便創一個假的資料出來 所以我把剛才那個東西 直接創了出來 然後它長起來 就是我先建一個datablan 然後它是長起來 就會像這樣子 第一個user 然後 然後user 然後那個人 然後權重是什麼 這樣子 那所以 可是這邊是只是鍵槳 當然實際上你在做的時候 你一定有很多工具 可以自動處理的部分 所以不會是你自己手中鍵 比較擔心的 那 接下來 轉成spot smash的話 r套件 一個叫matrix套件 然後所以像剛才那個roll 然後column 然後它的value 然後用spot smash 穿起來 然後所以我把它打開的話 就是 你會看到有值的地方 然後沒有值 那實際上它底層是存的時候 是只有存這一些有值的部分 那所以記憶體會節省很多 運算的時候會比較省 空間 那那個吸出矩陣的話 那你想要存進database的話 那很直覺的話 你可能 這種東西很適合conn base 來透key value 那這樣h base的話 它的儲存格式就會像這樣 就是roll key 然後這樣每個seerconn family 這樣子 所以說 你如果直接把它跟h base 的data model做結合的話 就是會fit的 剛剛好很漂亮 然後像h base裡面它就是key 它只要是key value的格式這樣 它裡面就是 你有去 開過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它 就是說它格式這樣 就是roll key 然後conn family 然後quarefa 然後 它每次寫都有個time stamp 直接搭在上面 然後就是加個 所以說 剛才那個東西寫起來 就是什麼 roll key是第一個 movie ID 001 conn family就是easter 然後底下這個quarefa 就是那個人名 然後每次有個time stamp 那時候weight是多少這樣 對應 會蠻好的對應 那這也是h base的 所以剛才那個東西 實際上它在存的時候 h base是會這樣存的 roll key 然後 接下來conn family的卡 然後就是 所以你那時候key會形成這樣子 然後對應下去 h base底層是這樣存的 那你有去翻過相關書的話 你就會看得到這種對應的東西 那這件事提出來 想一想的 那就是說 你要把它整理成這種 很容易寫進h base 或其他key類的資料庫的時候 那有一些好用的工具 就是 裡面有些好像tidy 啊 或者是dp個by 這樣子 就是說你可能資料原本是會長 這字可能大家都看不太清楚這樣 id 然後是time s1 s2 那 你的話通常只要透過一個gather 這邊字很模糊耶 不過你就用gather tidy 啊 這個討點的話 你就是可以一行指令下去 它就只能把你轉成像這種格式 就是 x1 x2 就全部跑來這一欄 然後當初time 就是這個 還是維持在這裡 然後value 就全部換到這一欄這樣 所以你原本格式長這樣 那你行情會 你會給它瞬間變成這樣子了 那這個格式就很適合 直接重新key value的database 或者去base這樣子 所以你轉一下 然後就可以直接進 然後到時候抽出來 那這個格式又可以直接轉換成 R的spark matrix 然後就很快這樣 那你可以這樣轉下來 那你當然也可以再轉回去啊 轉回去 可能就用spread 如果轉回去 那或者是你想要把它轉成 像那個樞紐分析表 就像右邊這樣子 就是s1在上 然後time是在它底下這樣子 像這種格式 那或者是說 如果說你拿到dply的話 就是說 會可以說一些goodbye 還是什麼 比如說 你可能是直接抽過去 七天字要出來啊 那 那每一個user 那每個goopyID 就根據時間做goodbye 就好 那就是 就是全部都 七天資料全部重 然後做的是goodbye 做的是簡單運算 那就是dply的話 可以很快幫你做完 那樣子 所以說你的資料格式轉換 就是會很容易 就已經用套進去幫你做好 那你很容易就可以轉一轉去 然後可以轉成 適合key value儲存的樣子 那變成spark 或者是到時候再轉成 你希望另外看到的格式 都資料重塑 reshape的那樣子 那 demo的話 就 我簡單demo一個東西看一下 我簡單 比如說我直接直接創到一個假資料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它就是這幾個column 然後它會像 我直接創的就會像這樣子 然後我 因為我把它轉換到那個 然後像nice的時候它就會像這樣子 所以我先做這個 如果先做這個的話 原本一開始的資料是這樣 背它這個樣子 那我如果用了一個 做這件事情的話 它就會把原本 那兩卡的把它併在一起 變成一個卡的 那接下來 我們再讓它做這件事情 就是 讓它看它spray 的話 那它就會直接跳上去 所以說原本 變成是剛才這樣 合在一起的 那就是再把這個 栗圍再把它放上去卡的 的話 然後它就會瞬間變成 這樣子的東西 就直接跑上來 那 你想要再把它壓回 是bass那一區的話 那就是 我用 一開始我會先把它 因為到時候 我先用frenton 把它轉成 裡面肉跟碳 轉成frenton 那總是最後轉出來 會這樣 所以一個全空 然後再 對 然後再加這個frenton 所以一開始 可以說這樣子 可以 然後你把它加frenton 然後它就會 然後再把一些 的東西 把它群掉的話 它就會順便有種 這樣 是一個很方便的 而且舒服 那 所以接下來 如果說 那這樣合適的話 那你就會很清楚 知道說 就是 我如果 再把 他們兩個 分明就把 然後再把那個 肉跟剛剛那個 就是Movie的idea 然後這樣就變成一個key 這樣 然後後面是value 那你就可以直接進那個 進去那個 radis 或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都抽出來 然後再切一下 然後就會回去 spot nature 就還挺方便的 那反正 它的for looper很慢 那這邊是demo 收拾我們for looper 所以反正可以先看一下 那所以 你其實這樣就會直接進去 進去 這樣就會直接進去 redis 那所以 我們都可以看到 是什麼東西 目前的x 那所以 當然我們都可以直接 隨便去把它 去玩完 這樣子 在有興趣中 可以自己玩一下 就是 其實 啊現在都已經整了 很好很方便了 然後 spot matrix 就像剛才做的那樣子 所以 投影片是已經有了 那所以你把它轉出來 只是隨便按一下給大家看 反正就是 很容易進去出來 然後又轉 spot matrix之類的 很方便 然後再來 如果說你mado已經建好了 那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模型怎麼可以被其他程式員 調用 那樣子 因為 我們那個建模的 他就只會用R 然後 可是上線的時候 就都其他程式 這樣子的話 你 第一種工程師想法 可能就會直接 我都開取tp server 就好啦 然後就 就R 只要可以開取t server 那其他人知道 敲進來 那進預測Model 那結果 然後再用json再回去 這樣子 就可以 那你怎麼開的話 那就是 這個也是以前我給過的 啊裡面 有個套巾叫opencpu 那包得很好 那 他那個底層用的東西 是一個叫115B的 然後也是nome.js的底層 所以那個速度 其實很快 那你可以不用擔心 那個 然後他document直接寫出來 這個可以fork 那 那 那 因為這個介紹就花很久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搜尋opencpu 這樣 然後當初我slide 也有在me.com上面 那 youtube的話 我那時候 就在高雄的R在講的時候 有錄一段影片 然後也是放在youtube上 你可能直接搜尋opencpu 然後高雄R就找到這個通片 那有興趣看的話 就是可以點它來看 那或者第二種的話 就是你直接用standard in stand around 那這個 這邊是直接從布局大大的部落格 那邊直接擠下來 這樣子 它本身有一點厲害 就是很厲害 然後每次都去看學到的東西 它的部落格可以 然後就是它 主要是這兩篇有相關 直接把它加進pipe裡面 就是 你 因為比如說 先看左邊這個好了 R的話 你要怎麼讀standard in 進來 就是像左邊這樣就好 standard in file 然後就可以讀進來 那所以說 當你這邊好了之後的話 那 你在comment上什麼執行R 就是有一個執行叫r script 然後這是你R的檔案 然後json 你就用standard out 直接塞進來這樣 那R本來就可以算了 那所以 你這樣可以這樣處理的話 那所以像 務許大家它的那個 部落格裡面介紹一種 就是 它那個 它是跟batch的那個pipe做結合 雖然ls 然後列出檔案 然後sr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就是每四個 然後一個一個丟進去 給R執行這樣子 所以說 如果你是像python 或者是java 那些的話 他們本身都有standard out 所以你可以請他程式語言 然後比如說 比如說 像我們可能用google的e-carrie 那它有出一個bq的東西 那bq查完之後 然後你就是把它standard out 然後就是套出來 然後再直接接進r的standard in 然後你就可以一路串下去 那r預測完 然後再寫進standard out 然後又噴出來 然後又給其他python 或java再去接這樣子 也都可以 然後這個方法的話就是不用串一堆x server 還是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速度也ok 然後配個dash結合得很好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用 那大大好像也蠻推薦的這樣 然後再來還有一種情境是 就是我之前遇過的就是 因為我們公司是線上傳訊息 所以用java 就是那時候用r 或python圈好model 可是上面的縮值可以用java 那怎麼辦呢 那通常經驗就是 通常就是 比如說你model 如果你訓練模型很簡單的話 像一個rogyz會不會好 那就是 比如說你有100個weight的話 那其實是一個100x1的vector 你的那個學出來model就是100x1的vector 然後到時候 你就是把那個vector 然後就是弄出來 然後比如說你是node.js 或者是java 什麼都好 那java也算好那些套巾 就是把它讀進去 那心思要進去 直接跟它算就好 然後 或者是回歸好像經過一個load 還是exponential 那個運算 反正就是 你model學好的話 你是要把全都倒出來 然後其他程式 你那些套巾再讀進去 就可以繼續 因為他 訓練只是幫你學好那個weight 那像不如是回歸這種東西 還算簡單 可是如果你訓練是一個很深的tree 就是tree的模型的話 你這樣你還要自己去把它pass出來 那個weight 因為tree的話 就能把左邊右邊 然後直接有好幾層這樣子 那 你可以自己pass出來 然後就是 然後用自己格式出來 然後讓腳踏下去 然後再去讀這樣子也可以 或者你就是乾脆 因為反正有人已經都幫你 把一些常用的模型 什麼pass都已經寫好了這樣子 然後一種叫pnml的 然後r裡面有個套件 叫做r2pnml 那這邊有個教學 那可以點進去看的話 這個教學裡面 然後就是他已經有把一些常用的 比如說random forest 或者是 科技系統常用的那種gbdt 什麼那個 他其實都已經pass了 所以都幫你寫好了 然後 然後寫出來 他用它自己格式 那所以說存好之後 那所以你 用r券好random forest 或gbdt 然後他幫你pass好 那java的話也可以 那java就有辦法 直接去讀出來 就直接用這樣子 你就省了很多功能 那問題就是 他的pass的速度 到底是比較快這樣子 那像他這個套件的話 他主要 他的做法是 這個工具叫r2pnml 我這邊剛好沒有寫到 你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這樣 那他的做法其實就是 那個 他先把他用那個google proboffer 他proboffer proboffer 是你把他想的 是json那種東西 就好 就是你的資料環境 你就可以當成json 只是他是street 那所以東西很大 那proboffer 是可以幫你 用成那種binary檔案 然後會說的比較小 而且同時就是 比如說你的weight 出來原本說float64 那裡面好幾個位數這樣 可是你如果把它轉成street 的話 你那個位數那些 就突然精準度 整個就跑掉了這樣子 那所以說 最好你還是弄有proboffer 或是其他一些 好的那種binary壓縮工具 你可以維持當作weight 要不然你到時候model那個weight 你如果一跑掉的時候 到時候另一個程式 我就接出來算 那個結果整個就不一樣了 你會很糟糕 所以 阿圖片 可以看一下 出路還蠻快的 然後 所以說 阿圓的 你的model channel 被像調用的話 大概我比較常用 就是三種方法 要嘛開設了 要嘛就用command light 那個send in send out 這樣子 那或者 如果是一定 只能用其他程式員 就當刻出來 然後進其他程式員 然後用其他員 直接再去 就是model 就是模型用python或r訓練好 那學到的那個model的weight 然後就當刻出來 給其他語言用這樣子 那所以說 模型大概就介紹到這裡了 那 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 再介紹一下r 那個平常怎麼去 因為r 除了處理model 那些東西之外 現在 以前大家詬病 他的那個前處理的能力 可能不是很好什麼 可是剛才你已經看到 pidr dpor 那時都已經好了 那再來 那比如說 如果說你想要直接用r 去拉一些log的資料 或者是db 可能 你可能就是mongo db 那種 比如說json 怎麼那麼複雜 比如說這個是一個網站 叫yelp 這個問題 然後他們是一個美食的 啊這個網站 給大家看一下 他有放一份資料給大家玩玩 這個網站 然後他裡面就有各種吃吃喝喝的東西啊 然後 上中網站 那所以 剛才safxd是他們的一份 dome chart 大家網的資料 那資料可能就會長這樣 比如說是business ID 那間公司的ID這樣子 然後他營業時間可能是什麼時候啊 然後經緯度在哪裡啊 然後 他的類型可能是 然後city 這個city在 這個地方 然後review count有幾次這樣子 那這種就是交易資料 你這種交易資料很容易就是用json 然後存在mongo db那種東西的話 那你要對這種資料處理的時候 就勢必要有好的pars json的工具 或者是跟mongo對接 因為那個 如果是像馬西國那個 那個大家 就是很多程式員都有 那r也都機能很好 所以我就只介紹這種 看起來比較複雜的 那這種資料 你要怎麼跟他打交道呢 就是joke直接demo一個 joke直接demo一下 那我參考的就要是這兩分 那我參考的就要是這兩分 然後我常用的工具就是mongo line 或者json line那樣子 然後mongo的話就是 那 bund是你這樣只要去接那他的l 64 然後我都coll år Zoom Cornell każd وجn Then paketaste 然後mongo就一直都在這裡 這是我是自己現在機器上的 然後現在你可以去面接 然後剛才 primeiro製作讓一下 原本json.. 然後所以這樣的話 你就有辦法 你也是把它寫進去 那一卡纸的 girl thing marine的話 他是jsonb light裡面的一個 指令 因為那個jsonерб Resources 通常一大包這樣子 那Stream的話 因為你一大包 你可能如果一個檔案很大 就是一份折承就1GB的話 你能夠一個這樣進去就不要 就是你一行一行一行的 這樣子進去會比較省機 就是因為一次只讀一行 或一次只讀500行這樣子的話 你這樣子會 才不會一次1GB進去 然後Model的Name不夠都瞬間炸掉 所以它的T1很方便 然後所以資料一筆一筆讀進來 然後就它去讀那個Mango 音色然後一筆一筆進去這樣 那這樣速度也不慢 所以它就會像這樣 我每500每500每500億的度 然後每500500的進去這樣 所以因為那份Json 如果說你Json檔案大到 以後超過10幾GB 那你電腦只有4GB的話 那你就會用這種方法 把10幾GB的資料一個一個塞進Mango 那接下來跑一些分析就 用Mango來跑 那或者Mango本身也有一個 Emport的指令 就一次它也會用String的方式進去 那所以 有一些分析的東西 你如果是 沒有辦法在RN面處理的話 你可以善用一些資料庫的程序 然後這樣 就其實簡單在這個項目 所以這樣 就會再看到那個 沒有那麼多的資料 然後 然後 你開始去啟動 一直要去看 這樣子 那或者是 一直想要看一個 對 如果你想要看CD 或是把3B 然後開 你可以看到 資料看起來 這樣子 去CD 然後前面是ID 然後CD 或是從3B 或是可以再看3B 這樣子 只要你可以使用 一些資料 那麼大的資金 然後 那個會 轉 然後 然後再講 Hour 然後 因為它Hour這邊 就是它每天的 一到日的營業時間 就是說一個Hour裡面 然後還有那個 剛才這個再看一下 它就Hour裡面 然後還有一到日 這樣子 然後每個 然後分Open跟Close的Day 這樣子 也可以這樣讀出來 然後或者 如果你是想要看Hour裡面的 第二天的 再禮拜二的話 也可以就是 用點 因為它是 其實它是DiO底下 所以就要留點下來 這樣子 然後一樣只看3B 一樣也可以很簡單 就讀出來 然後 所以你可以簡單用 那補進R一點的話 那補進R一點的話 那 那 如果像剛剛彈直接這樣看的話 你會覺得 這樣看起來有點重重 那 然後R裡面 還有一些工具 像無論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展開 或者是 你感受好多種動作 你會幫你把它 用這種 像剛剛前面那個 全部都展開 那看起來 就是 因為是 想要看CD 可是基本上 全部在這裡 都可以把它壓縮成一個 save 就好 這樣看起來的話 看有沒有 還有這種工具 這樣你在看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就 緊接一點 這樣子的話 像剛才ID 不是全部展的 你開嗎 然後像 因爲 一個店家 可能同時是 賣披薩 賣意大利麵食 那 Catical 是有 同時分成好幾種 那就是也可以幫你先壓縮起來 那讓你只看不到 重點的 那個 重點的細節這樣 那 那 所以 這樣你可以用 蠻多 所以你就可以 自己想要 分析的東西去玩 就是算是 ET 裡面 就是重新 然後 就可以在你 做些很簡單的 做法 剛才 Catical 一讀出來以後 它是一個很大的類似 這樣 這樣 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 比如說 一開始我想要看 一開始的時候 你的話 它出來 可能就還是長 像這樣子 讓你有點看不懂 因為它全部都壓縮 在 壓縮 所以 就是 你的 Mango 無傳 資料 就 可以再接 剛才說 很好 操作資料 或是很操作 讓你太一樣 一片晚 就可以很簡單 再接上他們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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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完以後 其實可以讓你 轉到 去 所以說 如果你 要在分析的時候 就是 就是資料以後 存在 裡面 也可以很簡單 用它 然後 資料很難 不用看 讓它放在資料裡面 它只要你想要 或是用資料 翻譯 一些類似的 可以重新回頭 然後再進到 然後進去後面的操作 所以你可以處理 就超過 你這種視訊 裡面的 然後 所以 後面是 再介紹一些 其他的操作 其實介紹一些 一些影片 或是 那再來的話就是 像我們自己在做那個機器學習的時候 因為每一次model在train的時候 我們會要tune參數啊 或者是什麼的 那最好每一次的實驗都要記錄保留下來 這樣子 那所以你 平常你可以自己寫log或什麼的 那 因為我們 反正 這邊有一個工具叫做fg level 你可以簡單去看一下 它反正 這只是個概念的展示 就是說 它會跟你講說 你其實最好就是每一次model 跟 那時候用的參數是什麼 然後實驗結果 正確率多少 一路保留下來 這樣子會啟發你的靈感 說下次媽媽怎麼tune效果可能會更好這樣 那 那 像它實驗數據說 直接加mangodb裡面 那 這是一個 然後平板反正就是 用的js寫的而已這樣子 那 只是這個工具 我只是提示給大家看 那 就是大家可以不要用 因為它很容易buck 那我們 只是 當時候就是 看到它覺得好像很用 我們就測試看 然後發現非常不好用 然後我們自己另外自己幹一個這樣子 那 所以就 你如果 如果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它的架構 然後自己做一個 然後 或者是 剛才那種資料分析探索篇 你可以去找一些網路上的 像這個是那個 AIRDMP 他們做的 KaraGo 那背後可以接很多種地 像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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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在上面 你就可以直接點點點就可以做分析這樣 比如說 還是一些 出紐分析條 然後Dashboard也都有這樣子 那 所以通常我們的資料處理好在裡面的時候 那我們 剛說建有的人員 他是就來這些平台上直接做 直接跑一些分析 然後去跟業務人員討論 看看這些資料的分佈合不合理 什麼東西 讓他們建立一些基本的sense 等等 然後 最後只是 這個東西 只是我想要講最後的心得 就是說 在建機器學習模型的時候 常遇到的問題是說 這個圖之後 會投影片上去 我會拿掉 因為是別人投影片上的 那我 只是先貼上 然後最後 公布的時候 因為這不是我的 所以我還是可以把它拿掉 如果你有要拍照的話 就 看看 所以開始你的Model 就是 你在Production的時候 你的Model已經有 你有Model對不對 然後Model做預測 所以 比如說這是推薦系統的例子 你就Model做完預測 所以你會有新的資料 因為那個User 你給他預測 你推薦給他 他到底點或不點 那這就是下一次Model 可以用來訓練的新的資料 再說Model 在現場環境很開心 那平常也在訓練的時候 就是 你去study一些論文 或是了解一些資料 然後勸Model這樣子 那Model 勸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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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 勸得很開心這樣子 那中間還少了一塊 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一塊 你Model 勸好之後 那到底平常怎麼上去 就是 大家平常在看書 或什麼是 就是關注的就是下面這塊而已 那實際在 在工作的時候 通常最難的是 這一塊直接到這一塊 那種 你會感覺好像可以直接上去 可是內容 有點錯綜複雜這樣子 就是 常常你想要直接到這裡 可是你就會發現 你要寫Stack啊 就是 你開發網站的時候 也都是一樣 你要寫Stack啊 然後去跟其他工程師討論開會啊 然後 再去跟其他業務人員 然後討論 然後 然後 比如說要不要再教你一下工程師 再去幫忙寫什麼東西啊 就是 原本你想要趕快到這裡 可是常常會越走越遠 越走越遠這樣子 就是根本做不完什麼事情 那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 你要怎麼樣想辦法減少中間 這一段 漁魂的路程 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那 所以說 通常你在建一個 機器學習模型的時候 就是 就是 模型本身恐怕不是一個 很難的事情 難的事情 就是在中間這一段 大家在溝通協調的部分 就是 你的模型就要勸好 你知道 其他部門不用的話 你也沒辦法 就是不符他們的需求這樣子 很麻煩 那 這是最後一張圖 就是 所以說 整個模型的那個 我們在開發概念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一個生命 一個週期的這樣子 就是 你的 一開始 你在訓練模型的時候 你會選擇 你會先想到你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去選擇要的資料 然後 進行一些探索分析 就是 sum min 那些看一下資料分布 然後開始build model 然後model 上線以後 然後 你要去監控它的performance 怎麼樣 就是 model model 一些監控指標非常重 因為 你那個model 什麼時候要retrain 或什麼的話 你要知道 那有點像是 你 mis 你平常自己server的狀況 你都要有一個監控的 那邊 你都要有一個監控平常在那邊監控 就是 最近是不是server是去網上標 還是什麼的 你平常不知道監控 你看到時候出問題才知道啊 所以你model build上線以後 它那些就是監控的一些指標 比如正確率啊 然後 比如說 像你可能 一些feature都要監控 比如說像是你可能用到某一個 用者跟我去點某個商品 那個商品 然後可能那個商品 它可能剛好連結壞掉了 可是它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feature的話 那你就是 你就會突然比如說 禮拜二開始發現 奇怪 比如問以前怎麼好像 一天都有 比如說五百萬可能點擊率 可能最後一掉一天要兩百萬 是不是 然後你就會警覺到說 是不是中間哪個城市 是不是中間有出了霸凳 昨天有上線什麼東西影響到之類的 因為那個你的某個feature如果說 因為平常它 你那個feature如果變電動 你的model做預測的時候 順便就是 預測結果就整個偏掉這樣子 所以你平常這些東西都要做好監控 就對了 所以說當你model好之後 然後接下來 因為比如說 user新聞也會一直變嘛 所以說 它變的時候 你要看retrain model 然後接下來你就要想出新的方法 然後新的方法 然後就是提新的問題 所以說整個 是一個loop的過程 那這個loop的過程 一個巡核過程 怎麼樣它轉得越快的話 是你在 建機器學習模型的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 那通常很多都卡在一些溝通上面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參訪一些debup的做法 那這個我就已經沒時間講 不過就是 提醒大家說 就是在建模型的時候 就是要考慮這個回圈 怎麼讓經驗轉越快越好 那像我們建個特製平台出來的 為這件事情 以免工程師 那個建模的人員 一直都在 花時間在處理那個 一些潛伏的資料上面 那我透過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請問現場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尤其是關於一些 實際上經濟學系統的問題 師父 請問這一個 今天我可以聚焦 你也要聚焦 你也要聚焦 就聚焦 我自己建的机器圈的系统并不是推荐系统 所以那个推荐系统的话 我恐怕没办法回答你 因为我做的是那种 比如说商品上架的时候 那个抓坏的系统 所以如果说那个推荐突然不准了的话 我会建议人家可以找下路律大大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我自己思考的答案的话 就是如果突然不准了的时候 你开始可能要先想一下为什么不准 就是你怎么会知道说已经开始不准了 就是你应该是一定有些监控的东西在 就是刚才说的你那个目前model指标是不是 你偏好在监控AEC这样子啊 那不准的话不准是哪种不准 是比如说你的推荐 障来说应该想要造成公司的那个 最近销售的总额应该要上升这样子 那不准可能会有种像是说你model AEC还是一直很高 可是你model一直觉得我好像推荐对了 可是业务 可是那个实际销售量却一直往下掉 那这样子的话这种不准的话 你可能就会开始有怀疑说就是那个什么 嗯 我想一下 那时候你可能就开始有怀疑说 model不准的原因可能是要么程式有错这样子 要么就是当时候一些feature变化可能有变化 就是如果你当初你监控的机制有见得够好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去看说最近用的feature 因为feature的话最好不要那边剧烈的变动 就是他应该一直维持持平的这样子 那所以你开始不准的时候你就会回去看那个 当时候你用的feature 是不是最近哪些分部开始跑掉啊 那你就会知道说可能是有哪些user行为 或者是最近一些购买的风向已经变了这样子 所以说你平常要先监控做得够好 所以说你监控机制做得够好的话 你当中出了问题的话 你知道有办法回去回追说当时候问题很在哪里这样子 嗯我大概目前只能够解回答到这样吧 就是我的答案就是你的监控要做得够好 要不然到时候你很难回去追问题这样子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那没有的话那我们请大家再掌声谢谢家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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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